世界上只有妈妈好 谁也替代不了 小孩子对妈妈的依恋是其他任何客观条件都无法取代的 但是香港名媛蔡天凤却再也没办法和自己的孩子相聚了 其实蔡天凤遇害 真正造成的惨剧原因 是从一开始把房产写在潜伏公共的名下 这是极度冒险的做法 因为日后这个惨剧埋下了导火线 但是毕竟事情都发生了 人死不能复生 但是最可怜的就是子女 这些孩子以后知道妈妈已这样惨烈的死 不知道心理上有多大的创伤 根据媒体的最新报道 蔡天凤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已经知道了妈妈遇害离世的消息 也知道了是谁谋害了母亲 两个小孩子现在经过妈妈的房间就会哭 非常的难受 但是另外两个年纪还小的孩子暂时还没有知道这个事情 家人还用善意的谎言告诉孩子称 妈妈去了其他地方 这真是一部最悲剧的家庭伦理剧 从孩子的角度来讲 简直是从天堂跌落地狱 本来齐齐整整一家人 瞬间沦为破碎家庭 但是未来这几个孩子会不会在一起生活 暂时还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 婚姻就像荡秋千 势均力敌才长久 扶贫式的婚姻会滋长贪婪 老话说得好 生米恩斗米仇 长期大额地资助一个人 一旦资助减少或者停止资助 就会变成你欠他的 矛盾也会就此埋下 只不过 现任丈夫两个小朋友 可能将来因为同母异父的小朋友的父亲 杀死自己的母亲 会对前夫两个小朋友产生排斥和仇恨 死者蔡天凤很善良 单纯 可爱天真的女孩 一个人在香港读书 父母在海南做生意 父母离婚 对她照顾不多 才在青春年少无知的年龄被渣男套路欺骗 谈恋爱 怀孕 结婚生子 虽然手段残忍 其中内情也值得忍深思 离婚了还养着前夫一家 还让前夫哥哥给自己当司机 到底咋回事 谁能说得清 婚姻里最重要的是看人品素质 志同道合 三观君正 因此恋爱时要头脑清醒 不要被甜言蜜语所迷惑 不然就有可能引狼入世 再有迁就也要有度 要懂得说不 一味的忍让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嫁错狼了不是嫁错了爱情 这男的看上去外表很帅 是不是蔡天凤被他的外表迷惑 而忽视了其内在品质呢 这也警告那些外貌协会的女孩子们 遇到帅男要多长点心眼 别只看外表 分不清仇恶 到最后受害的只能是自己 甚至把命也搭了进去 价值观不对等 另一方就会拼命地想张债债便宜 人性是不可控的 别轻易地相信人性 善良过头了就会有灾祸 发善心可以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困难人士 越熟的人越不能帮太过 人就是对他们太好了 时间久了 他们就觉得是理所当然 永远不知足 感觉女的最好别下嫁 感觉身边下嫁的没几个过得幸福的 唉 可惜花季的年纪走得这么惨 看结婚对象的时候 千万别找那些有不良嗜好的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别让爱情蒙蔽了双眼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 2月24日 大府龙尾村发生碎尸案 死者为28岁的香港名媛 盘仔米县太子爷妻子蔡天凤 有消息称 蔡天凤于21日失踪 失踪前正准备前往大府接与前夫所生的女儿 案件是由79龙总区中案组接手跟进 24日下午 警方人员于大府龙尾村发现蔡天凤的残肢 并发现她遭碎尸谋害 据悉蔡天凤今年28岁 蔡天凤出生在香港 其父母在内地经商 她18岁时与匡姓前夫结婚 身高155厘米 其中40公斤 有过两段婚姻 2016年再婚嫁给连锁餐厅谭崽米县的太子爷 而在这之前 她已婚并有两个小孩 在和谭崽米县的太子爷结婚之后又有两个小孩 不过从这些举动不难看出 虽说是香港名媛 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位很负责任的母亲 年仅28岁就已经有了4个孩子 这对于现如今普通女孩来说都不是一件不敢想的事情 在她22岁时嫁给谭崽米县太子爷 也就是说 很可能在她成年不久就已经结婚 而她的遇害跟自己跟前夫家经常往来有着密切的联系 据消息称 在蔡天凤失踪的那天 她正准备前往大府 结与前夫所生的女儿 但在那之后就下落不明 从21日到2月24日家人及警方一直在排查 然而在24日下午 探员在大府龙尾村一村屋发现蔡天凤的残肢 警方判定蔡天凤确实已经遇害 根据调查显示 蔡天凤与前夫一家有着巨额的金钱纠纷 而这起案件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金钱纠纷导致 在大府龙尾村的案发现场 是死者前夫家人租住不足一个月的村屋 在警方的搜查中 发现了冷冰箱中的部分人体残肢以及室内的作案工具 并且在屋内还放着两锅混有人体组织的汤 警方随即拘捕死者前夫的父母及兄长 2月25日凌晨 警方在公布案情时表示 可能因为前夫一家因不满死者对巨额财产的分配而下此毒手 已拘捕前夫的父母以及兄长共三人 而前夫仍然在逃 根据案发现场的邻居说 就在2月21日晚上10点多 听到隔壁有年轻女子和男子发生的激烈争吵 持续时间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但是因为没有细听 也不知道争吵的内容是什么 另外 有邻居张先生发现 在屋外停了一辆七座车 他说道 这辆车最近两周才出现在这里 并且停车位置有些让人起疑 不排除有人为了方便将东西搬上车 才把车辆停在村屋门口 邻居受访时表示 他在案发当晚约10点多下班回家时 途经涉案村屋 在约20米距离以外 看见一名白衣女子跟随三四个人从一辆七辆车下来 并步行进入涉案村屋 不过这些也都是受访群众的说法 具体的案情还需要警方进一步的调查 最终的调查结果还需要等待 对于蔡天凤来说 其实很大的错误来源于自己的过于仁慈 和前夫离婚之后 除了信任的孩子以外 还要照顾前夫的孩子 而且蔡天凤对前夫家里也很是照顾 所以有人猜测是前夫家里不知恩所致 从嫁给谭仔米县的太子爷之后 蔡天凤身价飙升 这或许也和他的去世有着密切联系 一个28岁的女人 本是名门 但是遇人不输 惨遭前夫一家分屍 留下4个儿女 现在以现任婆家出来发声承诺会照顾好4个孩子 至2023年2月20日发生这些案件 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关注 同时 有港媒报道 据说蔡天凤的现任老公和前夫是同志关系 还有的网友猜测是两人老公合伙把蔡天凤杀死 但是都是猜测没有确凿的证据 据了解 蔡天凤的家境并不差 属于名媛系列 经常去参加一些活动 巴黎十双周等等 虽然个子不高 一五五左右 但是并不妨碍他的气质 打扮方面也是非常的时尚 现在生了4个孩子 身材可见很好 而且对前夫一家也是特别的关照 因为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前夫 生下了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后来过了4年 因为感情不合离婚 尽管离婚之后 但是蔡天凤还是没有抛弃前夫一家 风光大驾现任之后 为现任生下了一儿一女 一共有4个孩子 蔡天凤的现任婆家和前任婆家经常一起旅游 小孩也经常聚在一起 蔡天凤可以说把这些关系处理得如鱼得水 从其他视频可以看到 也看得出蔡天凤是个很温柔的女子 真的非常的善良 说话的声音很软弱 一点都没有豪门贵族的架子 反而像平常人一样 让人非常的亲近 正是因为这样才成为了前夫一家劫持的对象 就去接女儿的路上 然后被前夫哥哥还有前夫一起在车上把她弄晕 或许她没有想到前夫一家会对她痛下毒手 对前夫一家一直都照顾有家 还买了房子写在钱公公的名下 就是让小孩子可以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 因为这个房子成为了案件的关键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